《斗罗大陆》第811章 穿过村子来到陡峭的山壁前 唐宇招呼唐三一声 横空而起在山壁每隔十米的凹陷处借力 向山顶拔去 唐三淡然一笑 这一次他可不像上回来时那么循规蹈矩前行了 身形微微一晃已经飘荡而起 光影闪烁间已来到山顶 修为已达到九十几突破进封号斗罗境界 他身上的十万年魂骨技能也都能完全地发挥出来 来因黄幼腿骨的飞行技能已经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 一年所知 比有翅膀的飞鸟飞行的还要迅速 当唐宇攀登到山顶时 已经看到唐三站在那里等他了 不禁揉了揉眼睛 他可是一点都没发现唐三是如何上来的 我们加快一点速度吧 省得父亲等齐了 唐三向唐玉点了一下头 抬手向他肩膀抓去 作为浩天宗直系弟子 唐玉自然有着一身不凡的实力 下意识身体后缩就向躲闪开去 可谁知唐三的手掌似乎有一种神奇的心引力似的 唐玉只感觉肩膀一麻 体内自性凝聚的魂力 今就这么被限制住了 下一刻已是惊呼声中 如同腾云驾雾一般飞了起来 唐三正是带着他一起飞的 唐玉只感觉凛冽的山峰 不断从自己身边掠过 耳中更是听到尖笑之声 可奇怪的是 他丝毫没有感觉到身体被寒风吹拂 反而是软浓浓的 仿佛沉浸在温水之中 说不出的舒服 还没等唐玉过多地享受这种感觉 脚下突然一震 已经脚踏实地 身体也同时恢复了控制能力 唐三松开抓住他肩膀的左手 微微一笑说 得罪无怪 这样能快一点 唐玉这才发现 自己已经回到了浩天宗主风之上 这前后只不过是 几次呼吸的时间呢 无奈地摇了摇头 唐玉看着唐三的目光顿时变了许多 唐三 你这次回来 似乎比上一次更加可怕了 不 我怎么觉得 你是来者不善呢 当着长老们 你可不要是这种情绪 长老们的脾气 可都不太好 唐三 淡然一笑说 多谢提醒 我会注意的 心中暗想 自己表现得很明显了 连唐玉都看出自己来者不善了 不过 善于不善 还要看宗门的学策吧 唐玉看着唐三右手 那样是古怪的 海神三杀戟 就说 走吧 我们过去 堡垒般的实质建筑 又一次出现在唐三的眼前 看到眼前这一幕 唐三不禁深吸口气 这一次他回来 要做的事情很多 勉强压下自己心中愤闷的情绪 尽可能让自己心态变得平和一些 他当然也希望 一切用平和的方式解决 这样父亲也更容易 被宗门所接受 无论怎么看 父亲对宗门的感情 依旧是那么的深厚的 守在大门前两名青年 一看到唐三 都不禁面露惊奇之色 他们可都是见过唐三的 当年唐三在浩天宗大展审威 击败了只用四成魂力的七长老 给这些年轻人都留下深刻的印象 尽管唐虎一直是三代弟子之首 可在这些三四代弟子中 却公认唐三才是三代第一人 所以看到唐三 他们丝毫没有阻拦的意思 眼中带着几分仰物 让到一旁 走进宗门 唐玉说 我先带你到客厅去坐一坐吧 然后我立刻去通知宗主 唐三点头说 好 那就麻烦你了 唐玉呵呵一笑 哎呀 自家兄弟 客气什么 对你的实力 我们可都是佩服得很啊 有机会的话 指点指点我 唐三微笑不语 唐玉将他带到客厅落座 立刻转身去禀报去了 客厅很大 足以容纳五十个人同时一事 此时唐三的思绪不仅沉浸在父亲与宗门的恩恩怨怨之中了 当年之时确实是父亲带给宗门危难 可这也要从什么角度来看 父亲错了 保护自己的妻子何错之有 是五魂殿要迁怒于浩天宗 当初唐三曾经以为是父亲带给宗门灾难 也曾认为父亲择无旁贷 可这些年 经过这么多事情 以及五魂殿的接触 他已经明白 就算没有当初的事情 五魂殿也不会放过浩天宗的 而那时候宗门选择了退避 而不是迎期 确实五魂殿的实力极为强大 可按照丹蜀四宗族四位族长所说 当年的浩天宗也是在鼎盛时期 如果那时候能够联合蓝天霸王龙家族和七宝流利宗 五魂殿未必真敢动手 就算真的打起来 结局也不会比现在更差了 曾经的七大宗门上三宗 现在却弄得一亡一残一隐退 浩天宗才是真的责无旁败 作为天下第一门 却只是为自己的宗门利益而退避三胜 令五魂殿更加肆无忌惮地壮大 才有今日五魂帝国 傲视天罗帝国和星斗帝国 从这些角度来看 当初父亲有什么错的 宗门不但宣布与父亲脱离关系 还以退避结束 那些长老们甚至将过错 归在父亲身上 真的怪父亲们 二十五年过去了 父亲一直生活在抑郁之中 最后还自残身体 回报宗门的培育之恩 想到这里 唐三不禁握紧了拳头 父亲没有错 错的是宗门 这个念头不可遏制地 在他脑海中蔓延开来 正在他思索之前 突然心里一声响起 诶 是你 你回来了 唐三抬头看去 依然是一位熟人 是三代弟子中的翘楚之一 与唐龙竞争三代首席的唐虎 他正站在门外注视着刺激 多年不见 唐虎的气息变得更加沉稳了 真像是一只气息内敛的猛虎 举手投足之间 都显得极为沉稳 眼神中目光吞吐 惊讶之色只是一闪而过 但在他眼神深处 却流露出了明显的敌意 唐三现在还记得 他那个叫做甜甜的可爱女儿 这些年过去 当初十三四岁的小丫头 也应该长成大姑娘了吧 你好 唐虎大哥 唐三站起 礼不可费 笑之道 唐三还是十分重视的 唐虎走进客厅 说 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刚才到 唐虎点了点头 有机会 我们切磋切磋 唐三也不谦让 好 随时恭候 唐虎不再多言 正在他准备走出客厅的时候 外面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 在唐玉唐龙的陪伴之下 浩天宗当代宗主唐孝 走了进来 看到唐虎也在 唐孝不禁有些意外 不过他此时没空去理会唐虎 小三 你终于回来了 唐三赶忙上前几步 单膝跪道 大伯 让您担心了 唐孝一把拉住他 拽了起来 一家人不用那么多理 你这是从海参岛回来了 听到海参岛三个字 不论是唐龙还是唐虎 眼中都爆发出两道金光 这兄弟俩对视了一眼 目光碰撞 分毫不让 显然这些年以来 他们的竞争 依旧是没有停止过 唐三对唐孝 自然不需要有什么隐瞒 当初还是唐孝指点他 前往海参岛的 是 我刚从海参岛回来 大伯 您怎么亲自过来了 这我过去就是了 唐孝哈哈一笑说 这不是你回来了 我高兴吗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唐三问道 大伯 这次回来 是希望能够祭拜祖父的 我父亲 他也来了 原本还是一脸笑容的唐骁 听到唐三这句话 脸上神色顿时凝固了 他猛地抓住唐三的肩膀 你说什么 好地 他也回来了 唐孝的神情明显变得激动起来 有些不能自已地看着唐三 眼圈顷刻间红了起来 情绪极不稳定 唐三说 是的 大伯 爸爸这次和我一同回归宗门 希望能够认祖归宗 祭拜祖父 唐孝深吸口气 努力压制着自己的情绪 小三 你还记得 当年长老们 对你提出的要求们 抖罗大陆 第八百一十二章 唐三点了点头 说 当然记得 三件事 第一 修炼到八十级以上 拥有魂斗罗级别的势力 第二 获得一个十万年魂环 第三 击杀一名 武魂殿封号斗罗 唐孝说 那这些 你已经 唐三再次点头 是的 大伯 我父亲还在山外等候 你是否现在就召集各位长老 你也知道 父亲自费两支 我不想让他老人家 等待太久 唐孝被唐三 带来的一连串消息 真的有些发呆 旁边的唐龙和唐虎唐玉 更是吃惊地看着唐三 听唐三话语中的意思 他显然已经拥有 魂斗罗级别的实力 他才几岁啊 二十还是二十六 就已经是魂斗罗了吗 这 这怎么可能啊 唐孝上下打量着唐三 惊讶地发现 自己竟然有些 看不透这个侄子了 陈生说 小三 此事非儿戏 你也知道 当初你父亲所做之事 对宗门的影响有多大 诸成大错 他会宗门可是儿戏啊 十年时间未到 你肯定已经完成 那三个要求了吗 不如 我先随你去 见见你父亲可好 唐三眉头微皱 大伯 当年真的是我父亲错了吗 就算没有那件事情 难道五魂天 会放过我们浩天宗门 唐笑一愣 眼中顿时怒气生疼 小三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尽管你父亲是我亲弟弟 但是我也不能包庇他 如果不是他当年 击杀了五魂天上代教皇 五魂天尤其会轻易地 向我们动武 这是早已盖棺定乱 驱逐你父亲的命令 是你左腹下的 这件事情事关重大 你不过是身为三代弟子 如果你当着长老们 也如此说 恐怕连你也 唐三深吸口气 丁氏唐笑说 对不起 大伯 是我太冲动了 不过 当初长老们约定的三件事情 我确实都已经做到了 还是麻烦您召集众位长老们 他们答应过 如果我能在十年内 做到这三件事情 不但让我祭拜祖父 也可以让我父亲 回来祭拜 凭借着浩瀚级别的精神力 唐三在精神层面上的能力 还要凌驾于自己这位魂力 恐怕已经97级左右的大伯 他能深刻感觉到 大伯此时情绪中的激动 那绝对是真挚的情感 曾经唐三也怀疑过大伯 毕竟父亲被驱逐出宗门 受益最大的就是大伯 而且当初大伯也曾喜欢过母亲 不排除因爱成恨的可能 尽管他传授自己好天久绝 但唐三对唐笑 心中还是有所警惕的 不过这次归来 他的看法却改变了 一个人情绪可以伪装 实力可以装 态度也可以装 但精神波动却是不能假装的 唐三虽然不可能看透 唐笑的内心 但他在说话时 尤其是听到父亲归来时 精神波动与情绪 完全融入那种情感 奇违的真实 那是痛苦中 带着浓浓的亲情的感觉 他想见父亲 又不太希望父亲回归宗门 受到长老们和宗门弟子的责难 唐三能够读懂 也正是因为这样 他对唐笑的怀疑荡然无存 父亲的事情 还是当着宗门长老们的面来说清楚吧 唐笑沉吟片刻之后 才缓缓点了点头 说 既然如此 那好吧 唐虎 在 唐笑说 传我宗主令 召集五位长老 可听一事 是 唐虎答应一声 赶忙转身离去了 时间不长 五个老麦的身影 鱼灌而入 正是当初 唐三曾经见过的五位长老 二长老走在最前面 七长老走在最后 当他们看到唐三时 不约而同的 都流露出惊讶之色 面面相去 显然他们已经猜到 唐号召集他们一事 必定是与唐三有关的 前四位长老 各自走到厅内 前排座位坐了下来 唯有那曾经和唐三交过手的七长老 直接来到唐三面前 上下打量了唐三几言 说 你小子回来了 怎么样啊 那三件事不好做吧 你可没几年的时间了 要努力啊 别给咱们浩天宗丢脸啊 就在这时候 唐三却说出一句 石破天惊的话 令包括唐孝在内 所有浩天宗高层 表情都是同时凝固起来 浩天宗 还有脸吗 你说什么 距离唐三最近的七长老 勃然大怒 一巴掌就朝唐三脸上 抽了过去 唐三右手中 海参三杂器轻轻一动 正好在七长老手掌到的时候 挡住了 砰的一声喷响 唐三纹丝不动 七长老的手掌 落在脊杆之上 被反震而起 幸好并没有用太大的力气 可就算这样 也是接连后退几步 才稳定住了身体 小三 你胡说什么 唐孝几乎一步 就来到唐三身前 虽然看上去 他是来责问唐三的 可他却用身体 将唐三与七长老 阻隔开来 此时 另外四位长老 也都已经看了过来 以二长老为首 将唐三怒目而视 唐三脸色平静 淡淡地说 我没有胡说 我说的是实话 在外面的浑石世界 现在还有多少人知道 我们浩天宗的 提到浩天宗 他们是怎样的评价 只有四个字 缩头乌龟 浩天宗 还真的有脸面吗 够了 唐孝怒吓了一声 一巴掌 摔在唐三脸上 这一次 唐三并没有闪躲 也没有运功相抗 硬生生受了 唐孝这一仗 不过 唐孝这一仗 只打了他脸有歪 在海参三杀器 强悍的重量作用之下 唐三并没有被打出去 而且 唐孝看似圣怒 他这一仗 最多是用了一场力气 一缕血丝 顺着唐三嘴角处 流淌而下 唐三并没有去擦拭 反而抬起自己的左手 伸出三根手指 说 今天 我来这里 一共有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 向各位长老证明 我已经完成了 当初你们提的 三个条件 第二件事 与我父亲一同 祭拜祖父 第三件事 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要为父亲证明 当初的那件事情 错并不在我父亲 同时 你要为我父亲 拿回应得的 那两块魂骨 放肆 面色和善的二长老 终于开口了 灵力威霸的气息 从他身上骤然绽放出来 全面压制向唐三 但是令他吃惊的是 唐三面对他释放的压力 竟有半分感觉似的 依旧站在那里 唐三 你当这里是什么地方 你有什么资格和我们如此说话 老七 拿下他 同主 他的所作所为 你也看到了 我要先问他一个不敬尊长之罪 七长老抱贺了一声 黑光涌动 浩天锤 助然释放 就要动手 唐三 赶忙拦在他的身前 喝道 且慢动手 唐三却似乎并不领情 冷笑了一声 要动手吗 我们到外面好了 一边说着 脚尖点地 手持三叉戟 倒翻而出 已经出了客厅了 唐三 心中大气 小三 你 他话音未落 身后的七长老 已经追了出去 无奈之下 唐小爷只能跟出 另外四位长老 眼中暮光闪烁 大踏步跟在后面 唐三出了客厅 几个起落 就已经出了宗门 来到宗门外 封顶平坦之处 七长老速度极快 眨眼间 已经跟了上来 七长老怒声喝道 小子 你今天吃错药了 唐三对这位 性格直爽的长老 还是有几分好感的 但今天 他就是要为自己父亲证明 自然不会退缩 陈生说 七长老 我敬您是长老 如果您执意动手的话 别怪晚辈不客气了 七长老怒急返笑 好小子 我看你是翅膀硬了 我倒要看看 你如何对我不客气 当初他输给唐三 虽然只用了四张魂力 但心中也是大为不服 那时候 唐三才不过是一名魂王 先见那一巴掌 击在海参三扎脊上 强烈的反阵力 令他的手掌 现在还隐隐作痛 怒火中烧之下 再没有留手的意思 手中浩天锤 带着强横的气势 直奔唐三 当头砸来 唐三也不释放五魂 面对七长老的浩天锤 他略为后退半步 双手握住海参三叉戟 向脊杆往上迎去 大喝了一声 就在锤挤相碰之时 正是啸天斗罗 唐啸和另外四位长老 追来的时刻 眼看身上九个魂魂 闪耀的七长老 手持浩天锤 宛如泰山压顶一般 砸向没有释放五魂的唐三 唐啸不见大惊失色 可此时 就是他想要饮酒 也已经来不及了 痛苦地闭上了双眼 面对一名封号斗罗这样的攻击 连武魂都不释放 唐啸想不出 唐三会有第二个结果 震耳欲聋的轰鸣 在群山中回荡着 惊呼声从唐啸背后响起 唐啸下一时睁开双眼 顿时被烟签的一幕 惊呆了 《斗罗大陆》第813章 唐三依旧站在那里 并没有像他想象中那样 被砸成肉酱 而七长老的身体 却被反弹而起 在空中剧烈翻转数周 才落在远处 脚踏实地时 还接连后退几步 在勉强站住身形 他的双臂明显在颤抖着 整个山顶鸦雀无声 只有轰鸣在群山回荡的声音 谁能想到会是这个结果 唐三傲立在山峰之上 手持海参三杀戟 大有皮拟天下之策 以二长老为首的四位长老 都瞪大了眼睛 他们根本无法相信这是事实 尽管七长老先前那一击 并没有使用任何的魂迹 可他作为封号斗罗 号天锤的重量 至少超过五千斤 如此运力轰击 岂微是可想而知 又是从上而下 本身就占据了很大的优势 可唐三就那么挡住了他的攻击 还硬生生地将七长老震退 当然 最令他们无法理解的 还是唐三那并没有 释放出五魂的身体 唐三竖起海参三杀戟 重重地在地面上一顿 顿时 轰鸣声再次响起 整座浩天宗的堡垒 都在这一顿之下 剧烈颤抖起来 一道道巨大的裂缝 从唐三脚下向外蔓延开来 哪怕是唐孝这样的强者 也感觉脚下略微轻浮 唐三之所以能够不释放五魂 就能挡住七长老这一击 固然是因为海参三杀戟之危 但同样也是因为他此时的身体 已经强大到一个极其恐怖的程度 在获得泰坦巨猿和天青牛猫 两大神兽的魂环魂骨之后 不论是力量还是身体韧性上 唐三都可以说是提升到 极其恐怖的境界 从他皮肤表面变成金色石开始 他的身体就已经不完全属于 人类这一层次了 因此尽管七长老实力强大 在不使用魂祭的情况之下 还是别想伤到唐三 唐三淡淡地说 现在我有资格和各位长老谈谈了 二长老立声说 唐三 你返回宗门就是为了挑衅宗门吗 就算你有点实力 如此不尊长辈 向宗门示威 你敢当何罪 唐三冷然说道 我没有不尊敬长辈 也没有向你们示威 我是烧提父亲套换一个公道 先动手的也是你们吧 我只不过是自卫而已 好你个唐三 我倒要看看 你究竟修炼到什么程度了 七长老再度被震退 不禁怒气攻心 不过经过这次碰撞 他也充分认识到了唐三的厉害 尤其是他手中那柄三叉剂 黑光涌动 手中耗天锤骤然增大 双手一分 已经分别用出自己两个魂剂 两柄五魂真身中的耗天锤 分别持在手上 眼看就要二次动手 到了这个时候 就算是唐孝 也无法再阻止这几位长老 唐三表现得实在是太嚣张了 此时 在先前那剧烈的碰撞声 以及唐三那震撼大地的一顿 已经惊动了整个宗门 大量的后天宗弟子 快速从宗门内涌出 站在长老们的身后 惊讶地看着 横起山峰之上的唐三 等一下 唐三大喝了一声 喝止了七长老的 二长老沉声说道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唐三淡然说 各位长老 想必已经把我当成宗门叛逆了 如果这一战我赢了 我希望各位长老 以及各位本门的族人 能够听我为父亲当初之事 辩解一番 二长老怒道 就算你击败了老七 你也没有这个资格 老七 将他拿下 还要我再重复第三遍吗 七长老心中也是大为光火 被一名才二十多岁的三代弟子 先后逼退两次 面子上的损伤 也是他承受不起的 怒吼了一声 左手的浩天锤真身 已经朝唐三飞了过来 唐三依旧没有释放五魂的意思 右手握进了海参参剂 突然踏前一步 左手握拳 直奔那迎面来的浩天真身轰了过去 一团黄色光芒 在他左拳之上凝聚 那团黄光周围 空气似乎形成一个扭曲的巨大漩涡 似乎空气也在这恐怖的光芒中瞬间压缩 每个人都觉得 自己身体周围的空气变得凝重起来 下一刻 唐三的左拳已经硬生生地迎上 七长老的浩天真身 一道巨大的黄色光柱 从唐三左拳之中轰然而出 与浩天真身骤然碰撞在一起 比先前垂脊相交时 更加强烈的轰鸣声再次爆响 只见七长老脸上神色一变 手中另一柄浩天锤直接飞了出去 双锤合一 喷吐出两股恐怖的黑色光芒 这才勉强抵御住 那厚重的宛如泰山压顶一般的距离 不过 那土黄色光芒却在步步紧逼 压迫的七长老连连后退 也不知道是因为羞怒 还是因为正面承受巨大压力 他的脸色已经渐渐变成紫红色了 另外四位长老 神色顿时变得更加难看起来 浩天宗的门人们也看得目瞪口呆 很显然 唐三没有使用自己武魂的能力 这应该属于魂骨技能 可是仅仅凭借一个魂骨技能 就能抵挡住七长老双倍的武魂真身 这是何等恐怖的势力 一直压迫着七长老退出三十米外 唐三左手猛的一抬 那两道浩天真身伴随唐三手中发出的黄光 腾空而起 在空中响起一声暴鸣 两道武魂真身竟都失去喷吐出的光芒 朝下方跌落下去 七长老慌忙召回 这才没有令自己的浩天锤破碎 并不是说浩天锤脆弱 而是唐三发出的攻击太强了 它的左臂魂骨乃是泰坦巨猿所赋予 名为泰坦巨猿左臂骨 这块魂骨赋予它两大技能 其中一个是重力控制 另一个就是眼前唐三所施展的泰坦苍穹炮 泰坦苍穹炮利用对重力的掌控 瞬间将空气压缩成恐怖的能量 赋予泰坦巨猿之力全力发动的攻击 威力之强 足以与一般的封号斗罗第九魂技相媲美 唐三这已经是手下留情了 他左手发出这一炮 最后是在空中爆发的 否则七长老绝不只是后退三十米 这么简单 三次击退七长老 还没有动用武魂 这一次七长老除了愤怒之外 心中不禁生腾起一阵恐惧来 这唐三的实力他已经无法理解 为什么会这样 唐三望向唐孝和二长老淡淡地说 击败七长老确实不能代表什么 所以我希望挑战的是全部五位长老 如果我能击败你们 那么我应该就有说话的资格了吧 小三 哪怕是唐孝 听了唐三这句话也不禁惊呼出声 以一人之力挑战浩天宗五大长老 就算是浩天宗现在最强的他也绝对没有这个把握 尽管五位长老都是年长之后才达到封浩斗罗的实力 获得的魂环也都不是十分强大 但他们毕竟也是封浩斗罗呀 更何况他们的五魂还都是浩天锤 唐三的话说的实在是太嚣张了 简直就是对五位长老赤裸裸的蔑视 眼看着几位长老被气得脸都白了 唐三这么做当然有他自己的目的 他从来都不是一个盲撞的人 之所以一上来没有拿出曾祖赐予的信物 因为他知道就算自己有信物在手 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 这些长老会听自己的吗 会归还父亲两块魂骨吗 那当然不可能 大伯虽然维护自己 但从之前他的话就能听出来 他也认为当初父亲是错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唐三不得不用这种方式来进行了 魂师界一向以实力为尊 唐三就少凭借自己的实力 折服所有宗门子弟 包括自己的大伯唐孝 只有这样 他再说什么才能令人信服 才真的有机会为自己的父亲证明 虽然这有些依靠强权来做到 可是这也是同样最节省时间的 唐三从来没有打算让父亲留在浩天宗 也没指望浩天宗能够在未来 与五魂帝国的战斗中帮倒自己什么 因此他就是要以这种雷霆万军的手段 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二长老缓步走了出来 另外三名长老跟在他的身后 他们每一步前行都显得格外凝重 也随着前进的步伐 一个接着一个的魂环 从他们身上释放出来 唐三在挑战他们的权威 尽管以五战衣绝不光彩 可从唐三应对七长老攻击的手段来看 单打独斗 他们恐怕真的不是这个年轻人的对手了 此时此刻 这几位长老的心情也是十分复杂的 不只是唐三惊起他们的愤怒 更多的是痴情 五年过去 他们虽然不知道唐三身上发生了什么 但也能清晰地感觉到 这唐后之子已是脱胎缓骨 斗罗大路第814章 七长老也回归长老们的阵容之中 跟在最后面 脸色虽然难看 但他的眼神却分外凝住 这一战对于五位长老来说至关重要 虽然他们从未想过自己可能会输 但就算是赢了也绝不光彩 唐三敢于挑战他们的权威 处理唐三也将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毕竟作为宗门弟子了他 拥有这等实力 对于整个宗门来说都是意义非凡的 面对几位长老同时上前的巨大压力 唐三的面色也变得凝重起来 虽然他这一次面对的只是五名封号斗罗 但是他明白 这一战绝不比哪天面对比比东带领六位封号斗罗时轻松 凭借着宗门武魂浩天锤 眼前这五位长老的实力 绝对比那天比比东带领的六名封号斗罗要强 而且那天他的目的只是要救援两位森林之王 只要顿走就可以了 但今天他要做的就是击败五位长老 眼神神光大放 唐三终于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蓝银黄 顷刻间蓝金色光运从他体内播散而出 无数蓝金色光芒 并空气变得扭曲波动 唐三右手握紧海参三叉戟 全身沐浴在那蓝金色光芒之中 虽然面对滔天压力 可他却没有丝毫的畏惧 一个接着一个的魂环从脚下浮现而出 身上每多一个魂环 他的气息就变得凝重几分 隐约中竟能够与五位长老带来的压力 分挺抗力 五位长老几乎同时停下脚步 眼看着唐三身上冒起一个接着一个魂环 他们根本无法掩饰自己心中的震撼 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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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 黑色 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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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个魂环 静静地盘旋在唐三身体周围 这一刻 浩天宗宗门之前 这山峰绝顶之上虽有数百人 但却鸦雀无声 当初五位长老提出的三个条件 唐三此刻已经凭借自身的魂环色彩 答复了他们至少两个 整整四个十万年魂环 闪耀着夺目的红色光彩 全部九个魂环代表着唐三 与他们一样封号斗罗级别的势力 那全部万年以上级别的魂环 更是告诉他们 唐三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强大 尽管唐三还没拿出击杀五魂殿封号斗罗的证据 但这个时候 不论是唐孝还是五位长老 已经没有人在怀疑 他完成了当初提出的三件事情 而且绝对是超额完成 而长老吃惊地看着唐三 眼中的怒气明显削减了许多 你是怎么做到的 唐三的回答只有简单的四个字 历经磨难 虽然只有四个字 但却令山顶上浩天宗 一众门人弟子们 心头同时颤抖一下 他今年多大 才不过二十五岁而已 眼前这一身万年以上的九环 代表的不仅是强大的实力 同时也代表着 他不知道多少辛苦的付出 唐孝眼中的交集 已是荡然无存 剩余的只有强烈的兴奋 从唐三身上 他仿佛看到了当初那个 带领浩天宗纵横天下的无敌宗主 自己的爷爷唐晨 从唐三身上他还看到 浩天宗未来的希望 唐三缓缓提起手中的海参三叉戟 他的眉心主的烙印已经亮了起来 红色的第七魂环闪耀 顷刻间 他的身体已经完全变成一片蓝金之色 二长老的情绪突然变得平静了许多 陈生说道 不错 以你现在的实力 确实有在宗门发言的资格 我生回我先前说的话 但是 你对我们五名长老权威的挑衅 却必须要受到惩罚 你现在 只要肯承认自己错了 我们 五位极堪会对你从心发落的 唐三缓缓抬起手中的三叉戟 淡淡地说 我父亲当年就没有做错过什么 我也同样没有错 我并非是挑衅五位长老的权威 而是要告诉你们 乃是每一位族人 我们浩天宗这二十多年以来 做的一切 真的错了 一边说着 唐三额头上一道金赞赞光彩 骤然照耀在 海参三叉戟上 那枚海参之心上 顿时整个山顶之上 亮起金光万道 海参三叉戟终于绽放出 它应有的光芒 一道道金色纹路 仿佛活过来一般 金光如水波般 在三叉戟上波动着 光滑如镜 恐怖的气息 骤然从唐三身上爆发而出 神圣的威严 骤然将五位长老身上爆发出的气势 逼回他们自身 在这一刻 唐三已经成为山顶上夺目的中心 海参三叉戟 重十万八千斤 各位长老 小心了 一边说着 骤然间 周围所有一切 全部变成蓝金色 五位长老眼中 已经失去了 唐三的身影 二长老 沉伤大喝 领域 小心 五人并未慌张 背靠背 结成一个五角阵形 同时释放出 他们的浩天阵身 浓郁的黑光 在唐三蓝银领域内 形成一个黑色五角 五位长老的气息 几乎是一瞬间 就融为了一体 他们都是 封号斗罗级别的实力 又都拥有一样的武魂 多年一起修炼 早已经熔炼出一套 合击之术了 哪怕是面对 当今天下最强大的敌人 他们也绝不会退缩 追寒天地 二长老大喝了一声 五人同时将手中 浩天锤高空举起 顿时 五道黑光 宁为一鼓 冲天而起 经瞬间冲破 唐三蓝银领域 升入半空之中 一道道金色丝线 出现在蓝银领域之内 但是他们却无法侵入 五位长老结成的五角阵形之中 那吞噬金色刚一接近 就被黑芒带起的震挡包离开来 蓝银领域的削弱效果 并未起到作用 正在这时 五位长老同时感觉 心跳加速 原本蓝色的世界 突然变成红色 唐三的身体也显现在 距离他们三十米的位置处 空气先是粘稠 下一刻 他们身边所有的空间 都凝固起来 空气仿佛形成 淡红色的水晶一般 而唐三脚下 正在荡漾出 一圈圈红色的磨纹 这正是唐三第八魂纪 蓝银虎精静之灭 眼看身体即将凝固之时 五位长老同时抱贺一声 那充电而起的黑光 瞬间反照 将他们的身体 完全笼罩在内 一阵坑枪暴鸣声中 那笼罩而来的红色 全部破碎 空气似乎变成 大片细密的裂痕 受到气气牵引的影响 唐三滴滴闷哼了一声 退后一步 不过 他虽然受到魂气反噬 可本体却并没有受伤 经过这么多魂魂魂骨 以及海参之光的改造 他的身体实在是太强燃了 以至于第八魂纪的反噬 也正能令他气息略为停滞而已 唐三的攻击并没有结束 又是一圈红光荡漾而出 亮起的同样是第八魂魂 二长老眼中光芒隐宁 沉声说 小心 十万年魂魂的第二魂技 一边说着 他身上的第八魂魂 夺目亮起 手中浩天锤 朝唐三 悍然挥出 顿时 刚刚破碎的空气 完全变成了黑色 紧接着 二长老手中的浩天锤消失了 那所有的黑色 在空中凝结 形成一柄 完全能量形态 但却大小如小山一般的 超级浩天锤 直奔唐三砸来 这个技能 名叫灵天一击 攻击力甚至超过了 二长老的第九魂技 在全部五位长老中 二长老这一击 也可以说是攻击力最强的 灵天一击最霸道的地方 就在于 这个技能是不能闪躲的 只能硬接 哪怕是拥有瞬间转移的技能 也是一样 会被他完全锁定 但是 就在灵天一击 在空中即将成形前的刹那 二长老突然看到 两点蓝光 从唐三眼中射出的 两点蓝光 空中的锯锤虽大 可在这一瞬间 二长老却清晰感觉到 自己的大脑 仿佛被一柄更加巨大的锤子 砸了一下似的 惨恨了一声 身体不受控制的跌退 蹊跷同时出血 不但破坏了五位长老的阵型 一位仅次于二长老的三长老 第一时间接管五人的指挥拳 大喝了一声 好天护体 斗罗大陆 第815章 四柄浩天锤同时飞荡而出 墙内的黑光骤然变成暗金色 在四柄浩天锤上亮起的浑环位置是不同的 最强的有第八魂级 最弱的甚至只是第二魂级 但它们所产生的作用却是一样的 已经暗金色的光芒 几乎同时覆盖五位长老的身体 给人的感觉就像他们本身 与浩天锤已经融为一体似的 攻击他们就相当于攻击他们的浩天锤 红光蔓延 蓝银 虎精魔之射 终于笼罩在五名浩天宗的长老身上 他们也无一例外地进入到身体僵持状态之中 强行眩运三秒钟同时作用在他们身上 可是他们的人虽然陷入眩运之中 给人的感觉却像是一座钢铁堡垒一般 根本没有露出任何的破绽 任何攻击几乎都将直接与他们的浩天锤对话 这就是浩天锤的强大 天下第一武魂 岂非是浪得虚名 因为唐三的蓝银领域 五位长老选择了防守反击的策略 蓝银领域并未对他们产生什么影响 虽然唐三的攻击接踵而来 还凭借子机魔童打断了二长老的攻击 可是一旦眼前这三秒眩晕时间结束 那么完全能够想象 五位长老接下来的反扑 将如同惊涛海浪一般将唐三吞噬 从真正的实力来看 唐三虽然拥有众多技能 更是有着海参三叉戟 可在实力对比上 他一个人终究不可能与五名封号斗罗相比 尤其是这五人乃是浩天宗的长老 拥有着天下第一宗门的敌传武魂浩天锤 唐三动了 他并不是向五位长老发动了攻击 因为他能清晰地感觉到 不论自己使用哪一个魂技攻击五位长老 将面对的都是五位一体的强大防御 三秒的时间很短暂 除了攻击之外 唐三还能做很多事情 海参三叉戟悄然荡起 一圈圈金色光环 从三叉戟主任术荡漾而出 光环有大有小 看似散乱 又仿佛遵循天敌智力一般的 在空中荡漾 划破长空 朝五位长老的身体笼罩过去 此时此刻 唐三背后已经浮现出一个巨大的金色虚眼 那强烈的金光 将他的身体也渲染成如同金子一般璀璨 神圣而威严的气息 更是充满了神秘而深邃的气息 那一个个金色光环滑破长空 在悄然而落 均匀地笼罩在五位长老的身上 令所有浩天宗门人吃惊的是 五位长老的联合防御 浩天一体并没有起到任何阻挡效果 只能任有那一个个金色光环 落在他们身上 没错 这就是唐三得传的海神绝学 黄金十三级第一史 无定风波 当那闪耀着金色波纹的光环 完全笼罩在五位长老身上时 先前蓝银虎精魔之射的效果才消失 五位长老的神智虽然清醒 但在下一刻 他们立刻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已经无法动弹分毫 虽然依旧保持浩天一体之势 可这一次 他们却明显感觉到了强烈的危机 身为控制吸魂时 唐三对于战场的控制 从来都不会有丝毫大意 他之所以没有直接使用 黄金十三级制无定风波 主要是因为当初海神的禁忆 曾经告诉过他 无定风波对于实力越强大的对手 成功率就越低 但最低会低于百分之五十 此时 面对五位拥有浩天锤的风号斗落 虽然唐三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把握 能够将他们全部定住 可他还是先用出了蓝银虎精魔之射 这样一来 处于战运状态中的长老们 又怎么可能抵挡住 他这攻防一体的无定风波呢 八秒 这一次 唐三带给长老们无法行动的时间是八秒钟 三秒和八秒 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三秒时间最多只能让魂师完成一个强力技能 可八秒就能让一名魂师从容地完成两个甚至是三个技能 在风号斗落级别的战斗中 八秒无法移动 基本上就已注定战斗的胜负了 能够拥有比比东那种不死技能的人 又有几人呢 此时 唐三的脸色已经变得凝重起来 这是他第一次在战斗中使用海参赐予的三大神迹 却是他同时战胜五位长老唯一的机会 唐三所画的金色身影纵深而起 画为无数金光 漫天极矣 如同一团团金色光云密板 令人眼花缭乱 光云直接笼罩面前五位大长老 正是黄金十三技中第二是千载空游 当初海参烙印施展这一招的时候 因为能量不足并没有真正发挥出他的效果来 此时唐三在使用这一事时 立刻就体会到这一技的恐怖 几乎在一瞬间 他就感觉到自己的魂力与精神力 都被抽取超过五成以上 以海参之光带动之下 全部注入海参三叉戟之中 山顶之上所有的一切都随之变成金色 就连山顶的雾气也似乎变为唐三攻击的一部分 化为大片金色的光雾随之波动 唐三手中的海参三叉戟在这一刻消失了 那大片的光雲宛如水银泻地一般涌到五位长老的身前 所有光雲几乎在同一时间炸响 与五位长老的浩天一体防御 发生剧烈碰撞 剧命的轰鸣声令天地为之颤抖 所有浩天宗弟子们都在唐教的指挥下 飞速后退 海参之力没有丝毫的分散 全部集中在五位长老身上 五位一体浩天锤形成的防御 在这攻击之下宛如风雨飘摇 第一道裂痕出现了 就像受到感染了似的 紧接着一道又一道裂痕 快速出现在本是极为强烈的防御之上 就像弹壳一般无处不在的金色光云 在爆炸的轰鸣中 轰隆一声 在最后一声暴鸣之中 五位长老同时被炸得飞了出去 他们联合在一起的防御终于被破了 海参三叉戟的千载空流之力 终究不是他们这被动防御所能抵抗的 但是他们能抵挡这么久 已经比当初五魂殿那些封号斗罗强得多了 要知道唐三现在所施展的 可是完整版的千载空流 只不过他现在并不具备真正的海参之力而已 发挥出的效果与海参使用时还是有所差距 海参三叉戟重新出现在唐三掌握之中 不过他接下来并没有发动黄金十三戟第三十一去不返 而是将三叉戟交到自己左手之中 右手朝五魏长老蓄势虚抓 整整四秒的蓄力时间之后 巨大的青色抓隐出现在半空之中 竟然将五魏长老分散出的身体抓在一起 五人此时尚处于无定风波那八秒禁锢时间之内 根本就无法反抗 只能尽可能催动体内魂力 可千载空忧的爆炸力令他们现在这口气还没传过来 五魏一体的耗天防御此时只能变成单体 那青色巨爪抓住五人身体之后 五魏长老只感觉一种发自灵魂深处的痛苦骤然传来 整个思维仿佛都变得迟钝了似的 在他们眼前的一切也似乎都变成慢动作了 魂环与魂骨技能的不同就在于 魂环技能乃是猎杀魂兽的技能 与魂师五魂相结合产生的新技能 而魂骨技能则是魂兽本身最强大的能力 唐三此时所施展的正是天青牛蟒 右臂魂骨技能之一 天青迟钝神爪 作为天青牛蟒右臂魂所附带的技能 面对天青迟钝神爪物理防御无效 锁定追神一旦命中 那么被抓者的六感以及身体行动能力 将完全迟钝十倍 这个技能无声无息 没有任何能量波动产生 本身的作用就在于限制 被他抓住 哪怕是再强大的对手 如果没有破处的方法 也是死了就没什么两样了 这是目前唐三对于这个魂技的理解 至于更多的作用和效果 以及在实战中的种种应用 他还需要不断地通过实战来理解 天青牛蟒和泰坦巨猿 不会是最强大的森林之王 但是魂骨他们各自带给唐三的两个技能 就是一个控制 一个爆发 威力无穷 而魂骨技能威力 或许并不比魂环技能强 但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对魂力的消耗 尤其是十万年魂骨 所需要的魂力 更是只是同等级魂环魂技的五分之一以下 否则当初唐三又怎能近乎无限制地使用 小五魂骨附带技能瞬间转移 可惜现在他已经没有这个技能了 天青迟钝神转 想要破解并不难 只需要使用至少第八魂技的能量形态攻击就能破除 不过破除的时候 与他接触的魂技也会随之消失 可眼前五位长老还处在被限制之中 又怎能破开这个魂技呢 清光消失 这五位长老每个人的六感 以及身体行动能力 都陷入了十倍的迟钝状态 由于天青迟钝神转 命中的条件苛刻 需要四秒蓄力 因此一旦命中这个状态所持续的时间 就要达到恐怖的十秒 也就是说 十秒内 这五位长老都要承受 迟钝所带来的痛苦 十倍迟钝 他们根本就不可能有抵挡攻击 或者是发动攻击的能力 不过这十秒的时间 会根据被命中者的精神力强度 以及使用的精神力强度 而发生变化 这五位长老实力虽强 可在精神层面上 他们和唐三差得还是太远了 这十秒迟钝 自然是要全面承受下来 毫无疑问 天青迟钝神爪霸斗的控制力 如果与黄金十三级的无顶风波 联合在一起使用 那么这持续限制能力 将达到极其恐怖的境地 浩天宗五大长老 正是第一个品尝到 唐三这恐怖控制力的人 这一连续魂技使用 本是唐三给比比东准备的 战场上瞬息万变 就算比比东有不死的技能 唐三也有把握让他吃个大亏 五道金光同时从地面下升起 瞬间化为五个坚实的囚龙 将五位长老分别困在原地 中了天青迟钝神爪的情况之下 他们根本就没有反抗破龙的能力 同样还是那当初第四个魂技 蓝银囚龙 但囚龙的颜色已经完全变成金色 这可不是海神之光的作用 魂环提升到五万年级别以上 直接省去了蓝银黄变化症囚龙的过程 囚龙变成顺法 而且坚实程度几何倍数增加 就算是浩天锤所化的真身 小击破这个囚龙 至少也需要三级才能够完成 更何况现在五位长老连一级都无法做到了 脚下发力 唐三的身体宛如炮弹一般 硬生生地插入五位长老中间 手中海参三杂戟带着虚幻的金色光芒 分别通过囚龙在他们胸前轻点一下 锋利的主刃在他们美人胸口留下一个细微的痕迹 完成这简单的动作 化为囚龙的金光瞬间收回 云死同时 唐三手中黄金三杂戟重重地蹲在地面上 轰然巨响之中 五道金光同时从剑脊位置爆发而出 分别在五位长老脚下炸起 这并不是技能 而是唐三借助海参三杂戟恐怖的重量 配合自己魂力控制下的震荡 之前五道身影同时朝着五个方向跌飞而出 滚到数十米开外 经过一连串的翻滚之后 才稳住身形 十秒迟钝时间在全场的静默中消失 五位长老先后从地上爬了起来 中了唐三紫急神光的二长老 更是最后一个猜起身 脸色苍白 那是一下精神上的打击 他现在还没回复过来 当然先前短短的时间之中 对于他内心的打击是更加巨大的 没错 唐三一个人的势力 怎么也不可能与五位浩天宗长老相加比拟 一旦给了长老们机会 联合向他发动攻击 就算手中有海神三杂戟 他也肯定抵挡不住 可是 唐三却根本没有给长老们这攻击的机会 完美地发挥了他控制系浑士的能力 从头到尾 整个战局都在他的控制中完成的 唐三的目光恢复了平静 这就是他平静的目光 令五位长老心中充满了悲哀的情绪 那平静的目光看在他们眼中 就像是在告诉他们 如果不是我手下留情 你们现在已经死了 而事实上也是如此 肉体的力量 怎么可能抵挡住海神三杂戟主任风锐呢 如果唐三想要他们死 那么刚才那段时间 就算让他们死上十次 也是绰绰犹豫的 二长老面如死灰 在众人惊呼声中 猛然挥动自己手中浩天锤 朝自己顶门扎去 身为浩天宗首席长老 输给一个三代弟子 面对宗门全部子弟 他已经再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 住手 蓝金色光芒周亮 二长老只感觉全身一紧 整个人身体被一层金灿灿蓝银黄缠绕住 正是唐三的第二魂技 寄生 混蛋 难道我连死的资格都没有了吗 二长老怒骂了一声 浩天锤乌光大方 他整个人全身都亮起一层金乌之色 竟是硬生生将五万年级别的寄生蓝银黄挣脱开来 但因为过度使用自身能量 他也忍不住吐出一口咸血来 唐三冷淡地说 身为宗门长老 你就这么不负责任地死了吗 我说你不能死 你就不能死 你看看 这是什么 惊光一闪 二长老下意识抬手监住唐三抛来的遗物 当他看清那物件的样式时 只感觉脑海中一阵炫鱼 不但死至全消 整个人身体也忍不住颤抖起来 这 这是大伯的浩天令 二长老的声音不可遏制地剧烈波动着 他此言一出 其他四位长老也顾不得输给唐三的胸粉 飞快地凑上前来 唐三的声音悠悠响起 说 五位长老 你们都是我的爷爷呗 如果没有曾祖命令 我要亲感冒犯 这浩天令 那是曾祖赐予 曾祖让我传达给你们只有一句话 浩天宗 是疲你天下的浩天宗 这句话当然不是唐晨所说 那是唐三自己杜撰的 但眼前的局面 就算唐晨在此 也绝对会赞同这句话的 五位长老对视一眼 二长老上前几步 将浩天令还给唐三 神色严肃地说 请上位 唐三也不客气 大踏步地走在最前方 背对悬崖方向 看向五位长老 二长老沉上说 所有宗门弟子听令 随我拜见浩天令 一边说着 他走到最前面 面对唐三手中高举的 那柄镶嵌着黑水晶的金色小锤 恭恭敬敬地败了下去 随着他的拜祷 五位长老同时 丹西跪地 拜祷行礼 一旁的唐晓 也在镇惊中 丹西跪下 身为宗主的他 都要下拜 可见唐三手中的浩天令 拥有多么恐怖的权威 数百名浩天宗弟子 呼呼啦啦跪倒一片 他们可不是单息了 而是双膝跪倒 朝唐三手中的浩天令 拜了下去 唐三脸上的冷淡消失了 神色变得铅合起来 上前分别搀扶起 五位长老和大伯 唐孝忍不住问道 小三 你这一身实力 可是祖父所传门 唐三点了点头 说 如非曾祖陶人家指点 我又怎么可能 在短短五年内 达到这样的实力呢 先前那番话 以及挑战五位长老之事 都是曾祖定处 五位长老莫怪 做人 刚刚柔并激 这句话是唐远华 在月宣之中交给唐三的 这所有的一切 也是他在重回浩天宗之前 就已经计划好的 实力震慑 加上曾祖浩天令之威 前居后宫 正符合了唐远华当初的教导 也令他能真正的 将这浩天令的权威 发挥出来 如果不这样做 就算他一上来 就取出浩天令 他在五位长老眼中的地位 也却不会真的成为 浩天令掌令者 一切都会变得复杂许多 就算最后能够达到目的 也要大费周折 此时 以雷霆万军之势 先击溃他们 最引以为傲的实力 再取出这浩天令 就绝没有人会怀疑 唐三说的话了 因为他们根本就找不到 其他的 可以让唐三 变得如此强大的原因 他今年才二十五岁 五位长老输给唐三一人 唐三取出这浩天令 就相当于 为他们找了一个输的理由 试问 输给浩天宗 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浩天斗罗唐臣 带领宗门登上天下第一宝座的 上上代宗主的传人 有什么可丢人的呢 果然 听了唐三的话 五位长老惊疑不定地看着唐三 但是目光中 也都多了几分释然这色 而长老目光恭敬地 注视着唐三手中的浩天令 不知大伯他老人家用什么教导 唐三脸色顿时严肃起来 沉生说道 曾祖他老人家已经知道宗门发生的所有事情 他老人家说 祖父的决定是开宗以来最错误的一次决定 虽然暂时保全浩天宗的根本 但也令宗门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 那就是必胜的信念 五魂殿确实强大 可五魂殿却并非是不可战胜的 如果当年 宗门面对五魂殿的咄咄逼人 能够以强硬回应 联合上三宗其他两宗 在魂世界登高一呼 五魂殿势必不敢轻举妄动 但是宗门选择了退避 不但抛弃了一直跟随宗门的 各外宗族门人 也抛弃了我们的盟友 令七大宗门 与五魂殿分庭抗礼之事 发生倾斜 导致五魂殿作大 直到今日 竟建立帝国 令大陆形势不稳 《斗罗大陆》第817章 唐三这一番话说出来 五位长老面面相屈 唐孝的脸色则显得有些难看 毕竟当初的决定 乃是唐三祖父 也就是浩天宗上一代宗主所决定的 而唐三此时的话 等于将祖父的所作所为 全部推翻了 当年之事 以我父之事为起因 可是 我父亲真的错了吗 曾祖赐予我这浩天令 就是让我为父亲证明 没错 五魂殿的压迫确实因为我父亲而起 可是 就算没有我父亲的事情 难道五魂殿就不会对上三宗动手吗 试问 如果有人要击杀各位的妻子 你们会怎么面对 我父亲只不过是为了保护我母亲 才重创了五魂殿上代教皇 以一己之力 击退五魂殿众多强敌 我以我父亲为傲 他没有辱没我们浩天宗的威名 而且我母亲也死于那一役 为了救我父亲而选择了献祭 可经过那件事之后 宗门是怎么回应的 不但没有丝毫的回护之意 反而将我父亲逐出门墙 令我父亲痛苦至今 为了回报宗门的养育栽培之恩 竟是自断两吃 归还宗门所赐予的魂骨 敢问诸位 如果当年浩天宗宗主并非祖父 而是曾祖 情况会如何呢 我今年二十五岁 我父亲也因为当年之事 痛苦了二十五年 落到残疾下场 哪怕是祖父复生 今日我也定要为父亲 讨回公道 这番话斩钉截铁 唐三的情绪完全爆发出来 整个人陷入强烈的激动之中 听着唐三的话 三四代弟子面面相去 脸色各有不同 但多数却流露出沉思之色 浩天宗选择退出魂师界 确实得以偏安一鱼 可这些拥有浩天锤武魂的魂师们 却真的甘于如此寂寞吗 唐笑忍不住说 当年父亲也是因为五魂殿势大 才选择隐忍 其实父亲心中也很痛苦 也很思念厚敌 直到临死前 还在念叨着他的名字 父亲的决定虽然是保守了一些 但以退为进 未必就是错误的 只要有机会 宗门定会重处魂师界 唐三摇里摇头 叹息一声说 大伯 我明白您的意思 可是当年浩天宗的退避 却伤害了太多人 而且您现在认为 如果宗门宣布复出 情况会比当初好门 现在的五魂殿 已经成立五魂帝国 以天斗星罗两大帝国的 附属王国公国为班底 加上自身数万名魂师 组成了横跟于 两大帝国之间的强横势力 更是吞掉了 两大帝国不小的国土面积 浩天宗隐退 蓝天霸王龙家族被毁灭 七宝琉璃宗受到重创 天下魂师 除了依附于五魂殿 他们还有什么选择 如果说当年五魂殿 能够完全掌握的魂师 最多只有天下50% 那么现在 这个数字已经至少高达80% 在这种情况之下 浩天宗选择付出 能够力挽狂澜吗 我们已经没有了盟友 残存的七宝琉璃宗 还会信任我们这个 只会退避的浩天宗吗 看着若有所思的族人们 唐三声色俱力地说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为了浩天宗付出 无数努力的丹蜀四宗族 你们可知道 他们对于宗门的憎恨 甚至超过了五魂殿 正是因为宗门的抛弃 丹蜀四宗族几乎遭到 毁灭性的打击 生活何其困苦 而这只是当年 依附于我们浩天宗的 一部分魂师而已 浩天宗沉默了二十余年 再次出现 我们的声音还会有人听吗 谁还会信任我们 在我们身上 甚至已经烙印上了 背信信义 胆小怕事的名声 二长老有些失神地说 该发生的都已经发生了 或许你说得对吧 唐三大波在什么地方 如果他老人家 能够回来主持大局 浩天宗就不会垮 他老人家的威名 依旧足以震射魂世界 唐三缓缓举起 手中的浩天令 朗声说道 当曾祖将这枚浩天令 交给我的时候 就已经决定 不再回归宗门 宗门鬼缩不出 只会渐渐消亡 宗门复出 至少仍有崛起的机会 我们想要重新建立起 当年浩天宗的威名 就必须用自己的行动 证明给魂世界看 而不是在这里等下去 等待是不会有结果的 二长老看看唐三 再看看旁边的唐孝 凝重地说 唐三 大伯将这浩天令交给你 可是要让你接任宗主之职 听二长老这么一说 唐三不禁暗吃一惊 虽然他已经猜到 这浩天令的权威 在宗门内势必极大 可听了二长老这句话 他才明白 浩天令更深一层的含义 以当初唐晨 在宗门创下时的辉煌 他一句话 甚至可以改变 浩天宗的任何事情 这浩天令相当于他本人 哪怕是废掉宗主 也毫无问题 而唐三先前击败吴卫长老 所展现出的实力 也足以承担这宗族之位 毕竟他还是这么年轻 眼前的吴卫长老 能够将失败的屈辱忍下 能够渐渐认动他的话 固然和唐晨的浩天令 有直接关系 但同时也与唐三的实力 密切相关 在他们眼中 唐三就像是当年 带领浩天宗走向辉煌的唐晨 甚至比那时候的唐晨 更加出色 唐晨虽是浩天宗 百年难遇的奇才 可其实是他 在二十五岁的时候 也远远无法 和现在的唐三相比 唐三看向自己大伯 从唐晓眼中 他看到了坦然之色 唐晨虽乎已经想通了许多东西 眼中有失落 有遗憾 但更多的却是痛苦 因为浩天宗的现状而痛苦 缓慢而坚定地摇了摇头 唐三看着众位长老说 曾祖并未逐我继承宗族之位 只是告诉我 有了浩天令 我就可以称为宗门首席长老 得到长老唐的支持 有权干涉宗门的任何大事 唐晓突然开口了 少三 我并不留恋这宗族之位 你也不须给我留面子 你年轻 有朝气 有实力 更是曾祖传人 这宗族之位 本就应该传于你 只有在你的领导之下 浩天宗才有可能 向当天曾祖统帅时 重回天下第一的巅峰 不 大伯 您听我说 唐三赶忙打断唐晓的话 大伯 我确实不能寄承宗族之位 首先 我已自闯唐门 并且接受了天斗帝国的封赏 从我个人身份来说 如果成为浩天宗宗主 那么今后宗门的独立性 就会变差 而且 我还太年轻了 威望不足 但请大伯和各位长老放心 唐三永远是浩天宗的人 只要唐三还活着 就一定会努力帮助宗门 重回巅峰 唐晓还想说什么事 唐三已经转向五位长老 就说 不知各位长老 可愿意接受我这首席吗 五位长老对视一眼 同时朝着 唐三手中的浩天令 败了下去 新尊浩天令 见过首席长老 呼啦啦的 浩天宗门下弟子跪倒一片 在这些门人弟子中 见过唐晨的人 可谓少之又少 更多的只是听说过而已 与其说 他们是被浩天令征服 倒不如说 是被唐三那强横的实力 以及掀现那番话 所征服 年轻人 谁没有那一腔热血呀 谁不渴望浩天宗 能够重回天下第一 这里虽然寂静 可也是孤独的 二十多年了 浩天宗虽然培养出了一批 实力强悍的青年混尸 可也压制了他们的一腔热血 唐三的出现 却正是改变这种局面的 最佳选择 长老们请起 希望我们能够同心协力 令浩天宗再创辉煌 唐三终于松了口气 回到宗门之后 进行到这一步 他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了 现在我有两件事情 必须要先做 一个就是与父亲 一同祭拜祖父 尽孝 另一个 请我父唐浩 重归宗门 以宗门之名 重新赐予他 两块魂骨 斗罗大陆 第八百一十八章 五位长老心中暗叹 他们当然也隐约能够明白 唐三先前所言所作的这些 有一部分私信 但他们更加看重唐三的实力 此时听唐三说出自己的目的 同时点了点头 谁也没有表示反对 唐三说 那就请大伯和各位长老回宗门吧 我去接上父亲和母亲 说着 他就要下山而去 等一下 唐孝的声音有些颤抖 一把抓住唐三的肩膀 熟悉长老 你刚才说什么 你 你母亲 唐三微微一笑 这应该算是我给大伯的一个惊喜吧 稍后你就会看到他老人家了 唐孝眼中目光连变 复杂的光芒如同星月一般闪耀着 我和你一同下山 迎接好地 说着 不等唐三开口 这位浩天宗宗主 已经腾身而起 如剑神一般冲上铁锁桥 眨眼间消失不见 唐三愣了一下 扭头看向众位长老 五大长老深吸口气 同时说了一句 我们回宗门等候 当唐三从天而降 回到山下村落前时 正好看到唐浩与唐孝兄弟二人 相对而立 唐孝嘴唇都在颤抖着 看看唐浩 再看看他身边的阿尹 眼圈正在飞速地变红 唐浩有些金色地叫道 大哥 唐孝猛地撞了上来 一把将残废的弟弟 搂入自己怀抱之中 哪怕先前在封顶之上 他还因为唐三质疑父亲 当初的抉择而不满 可此时此刻 当他亲眼看着 独臂独腿的弟弟时 他心中却再也没有 半分的芥蒂 曾几何时 唐浩是连他都要羡慕的 天之骄子 浩天宗一带奇才 在赠祖未去之时 都曾赞予过唐浩 会成为他最好的继承者 可是曾经的天之骄子 此时却已成为废人 在唐孝心中 生起了那份苍凉 凄处 令他的心仿佛都在滴血 为什么 为什么自己没有勇气 质疑父亲的决定 竟然让弟弟受苦致辞 父亲啊父亲 当初您真的错了呀 您看到了吗 您最疼爱的儿子 竟然落到如此地步 这二十多年以来 就因为您的决定 浩天宗陨落 弟弟 浩天 你受苦了 唐孝眼中的泪水 不受控制的滴落而下 大哥 唐浩从未想到过 身为门主的兄长 会来迎接自己 此时他内心之中的震撼 二十五年以来 一直压制着 对宗门的情感 顷刻间爆发出来 兄弟二人 时隔这么多年 再次相拥 这种感觉 令他的心再也无法平静 仿佛又看到 当年与兄长一起 纵横魂世界的景象了 大哥 阿银此时已是泪流满面 上前几步 来到唐浩的身边 看向唐孝 兄弟二人松开手臂 唐孝有些痴痴地 看着阿银 阿银 你 你 阿银欺然一笑 阿银欺然一笑 阿银守护了我二十五年 终于借助小三之力 帮我重生 没想到 还要重建兄长之日 唐孝 唐孝呆呆地看着阿银 喃喃自语地说 你的选择是对的 我只是个懦夫 我根本没有勇气去爱你 后弟要比我强的太多 太多了 唐三走到三人身边 轻声说 爸 妈 大伯 我们上山祭拜祖父吧 他急于帮父亲恢复断肢 这才忍不住上前来提醒 唐孝从复杂的情绪中 清醒过来 深深地注视着唐浩 侯弟 不要怪父亲 好吗 他老人家也是有苦衷 当日之时 祖父他老人家不在 父亲是怕我们浩天宗 断送在他的手中 这才 唐浩摇了摇头 说 大哥 还说这些干什么 我只是想在父亲灵前 磕上几个头 使我不孝 辜了他老人家的期望 唐孝眼圈一红 紧紧抓住唐浩的双肩 小三说得对 是宗门对不起你 并不是你对不起宗门 我们回宗门 一行众人腾身而起 唐孝本想帮助唐浩 却被唐浩拒绝了 二十多年过去 唐浩心中那份骄傲始终未变 浩天宗 悲伤 唐浩 独腿 单膝 回到在地 他的嘴唇 抿得紧紧的 单手扶地 砰砰的 连颗九个响头 当他再次抬起身时 额头上 已是阴红一片了 唐三跟着父亲 拜了下去 阿银和小五 跪在他们的身后 谁都没有说话 但那浓浓的悲伤情绪 却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唐浩这一跪 就是整整三天的时间 三天不眠不休地跪着 唐三也一直陪伴在父亲身边 父子二人 三天内一句话没有说 阿银和小五 静静在旁边陪伴这对父子 三天时间刚过 唐浩终于抬起了头 三天三夜不眠不休 他的双眼已经蒙上一层红色了 父亲 您安心地去吧 不孝子唐浩 谢子唐三 定会辅助大哥 重振 浩天宗 再次九寇之后 唐浩才站起身 在唐三搀扶之下 转身而去了 浩天宗一时大听 宗主唐孝 与五位长老 静静等待着对父子 他们在这里 已经等了整整三天时间 当唐浩 唐三父子二人 在妻子陪伴之下 来到大厅时 他们全都站了起来 看着唐浩眼中的红色 唐孝忍不住说 浩天 小三说得对 这是你 是宗门对不起你 唐浩摇了摇头 淡淡地说 过去的 都已经过去了 只是这么平淡的一句话 却令五位长老 悚然动容 看着身体残缺的唐浩 他们完全能够想象出 这些年 他所承受的痛苦 可他却就这么一句 简单的话 带了过去 但是这份胸襟 就已令他们 暗暗地汗颜 唐孝亲自上前 扶着唐浩 在自己下手位置坐下 而唐三 坐在五位长老的上位 在唐孝另外一边 有着浩天令的存在 他这首席大长老的地位 在浩天宗内 就是超然的 阿淫拉着小五 带他退了出去 这里是男人一世的地方 他身知分寸 只是小五退出去之前 还是忍不住 深情地凝望唐三一眼 看得阿淫心中一阵安慰 唐孝身边的桌子上 放着两个盒子 其中一个唐三见过 正是当初 他送到浩天宗父亲的 那两块魂骨 唐孝先捧着盒子站了起来 来到唐浩的面前 唐孝叹心一声 将盒子递上 浩地 宗门对不起你 这是你的魂骨 唐浩淡然一笑说 宗门赐予我生命 赐予我武力 我所有的一切都属于宗门 没有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 我只希望 以此残生 能为宗门做点事情 听着弟弟的话 唐孝心中一阵激荡 忍不住说 后弟 这宗主之位 恩也应该 唐后打断兄长的话 别说了大哥 我只想辅助你 唐孝深吸口气 强忍着不让自己眼中的泪水滑露下来 再次回到桌前 捧起另一个要搭上许多的木盒 这一次 他来到唐三面前 将木盒递了过去 唐三愣了一下 大伯 这是 唐孝沉胜说 这是楼高神将留下的遗物 遗物 唐三猛地站起来 一股强大的压迫力 从他身上骤然释放出来 就算在座的都是一代强者 也不禁同时心跳加速几分 结果木盒 唐三不敢置信地注视向唐孝 大伯 楼高前辈 他 他 唐孝伤感地说 他是我见过的最执着的人 用铸造狂人四个字来称呼 也毫不为过 自从你将他送到这里之后 他每天都在不眠不休地铸造 哪怕是我 每天辅助他 已是疲惫不堪 三个月前 当他进行最后的铸造之前 对我说 让我将他的作品当作遗物留给你 然后就开始那次铸造了 他甚至没有让我参加 最后时刻 他已自身投入炉火之中 完成最终的铸造 这些东西 有他五年以来的成品 也有他最后铸造的作品 什么说 楼高前辈 连尸骨也 唐三看着手中的木盒 眼中已经蒙上一层水雾了 唐笑点了点头 说 这些作品 可以说是 就是他的成品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楼高神将的两位弟子 带走他用过的炉火 说是混进那堂门去了 奇怪的是 他们并没有悲伤 而是笑着离去的 在楼高铸造的最后时刻 他曾大笑三声 他的两位弟子 也曾高声喊过 恭贺老师 完成旷式神作 听着唐笑的话 唐三双手有些颤抖地 打开眼前这巨大的木盒 木盒刚一开启 顿时 一股无与伦比的锋锐之气 蔓延整个一世大厅之中 在木盒底层 平躺着已经肮脏不堪 但却依旧完成的大量图纸 图纸上摆放着几件东西 一个有着孔雀暗纹 长约一尺的源头 三朵金灿灿 中心如同镶嵌着一枚 红宝石般的莲花 还有四十九枚暗银色 长约半尺的奇形银钉 以及石鱼剑 暗银色的各种灵剑 这些东西 每一件都蒙着一层淡淡的血气 其内蕴的风锐 仿佛随时都会爆发一半 哪怕在座东士 或曾经是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 看着这些金属物件 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感 唐孝指着那些暗银色配件 对唐三说 这些就是楼高最后的作品 他成功了 他真的完成得天独厚的神作 楼高前辈 你 你又何苦如此执着 那暗银色的长丁和灵剑 正是暴雨丽花针的配件呢 唐三一直都觉得 甚至对暴雨丽花针的研究 还差了一些什么 此事他终于明白了 更令他震惊的是 短短几年的时间 楼高不但想清楚了一切 还真的做到了 那就是暴雨丽花针成行之时 必须要以人之血气 开启深海陈阴阴母的锐气 方能成就这天下第一 激阔类暗器 唐三真儿重置地 将墓盒放在之前的筑案上 双手抬起 充满感情地抚摸着那些暗银色的配件 突然间他的手动了起来 如同循环一般 从幕后中抹过 每一个暗银色零件都被赋予了生命一般 从幕后中弹跳而出 在他那循环般的指引中盘旋着 一连串的坑枪之声 如同动听的旋律一般 在众人耳边回荡着 当唐三双手停下来时 在他手掌之中 已经拖着一个长鱼一尺的圆筒 与先前的雕刻着恐惧暗文的圆筒不同 这个暗银色圆筒之上 只有两个大字 楼高 这两个字是血色暗文所形成的 那是楼高神将真正的鲜血 小心翼翼地将圆筒放回幕后之中 唐三后退三步 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朝着幕后恭恭敬敬的三拜九口 将一生都致力于铸造近义中的楼高 绝对值得他这一拜 这也是唐三唯一能够 向楼高表示敬意的方式 短短五年 楼高成功地主导出了 唐门金阔类三大绝世暗器 孔雀灵 佛怒唐连 以及令他失去生命的鲍鱼梨花针 和尚慕合 唐三没有将他收到 自己的二十四角明月夜之中 而是捧着他坐回到自己的位置 眼中流露着强烈的悲伤 久久不能自已 如果早知楼高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那么他宁可不要这些绝世暗器 唐晓没有劝慰唐三 唐后也同样没有 因为他们相信 唐三一定会处理好自己的情绪的 唐晓的目光从众人脸上扫过 脸上一片肃然说 好地 首席长老 各位次席长老 那天首席长老的一番话 发人深信 我们昊天宗 不能再这样沉寂下去了 祖辈留下的宗门 不能断送在我们之手 我建议 宗门付出 大家可有意义吗 谁也没有吭声 只是五位长老的目光都落在唐三身上 他们都知道 好天宗能否再次振兴 关键就要看唐三 小三 唐后断喝一声 将神经在悲伤中的唐三惊醒 抬头看向坐在对面的父亲 这一刻他仿佛又看到父亲当初的眼力 收敛情怀 唐三深吸口气 终于将那木盒收入自己二十四桥明月夜之中 这才正是重任 离开宗门五年 也离开大陆五年 这次回来的路上 听到了一些消息 同时 也与前武魂殿教皇 现任武魂帝国女皇比比东交手一次 他和我一样 也是双生武魂 而且 他的第二武魂 已经拥有了七个魂环之多 如果我没有计算错误的话 那么 现在他的魂力应该高达九十九级 此言已出 众人皆清 唐三接着说 但是 就算他已达到九十九级 我也有把握能够至少抵挡住他 所以 他一个人的存在并不可怕 真正可怕的是武魂帝国的整体实力 或者说 是武魂帝国所拥有的 魂师的整体实力 鲜切我说过 武魂帝国掌握了超过百分之八十的魂师 这句话绝非虚言 也正因为如此 现在他不论面对天斗还是新罗帝国 都有绝对的优势 不过两大帝国也并不是没有正面抵抗的力量 关键还是要看如何抵挡 如我宗复出 势必要加入到天斗帝国一方 尽管我们也不负当年之位 可实际上 随着五位长老成为封号斗罗 浩天宗的整体实力 不但没有降低 反而有所增加 必定会成为天斗帝国 抗衡武魂殿的一针强心剂 所以我认为 复出之事已早不已迟 要尽快完成 与天斗帝国取得联系 武魂帝国现在正在整合 那些王国和公国的力量 一旦整合完成 战争就会再次爆发 按照武魂帝国现在的情况来看 他们已经将天斗帝国 与新罗帝国完全隔离 那么在发起战争时 必定会一面防御一面进攻 而天斗帝国的整体国力 虽然不如新罗帝国 可却有这七宝流离宗的支持 在魂师力量上 反而要高于新罗帝国 因为我相信 武魂帝国有很大的可能 会将攻击的一面 选择在天斗帝国这一边 我们浩天宗不出则已 只要复出 就必须在首场战争中 给予武魂帝国沉重打击 只有这样 才能发扬我们宗门之威的 同时 威慑震慑那些 武魂殿的魂师 但是想彻底剿灭 武魂帝国 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多年的积累 令他们拥有深厚的抵御 而具体的作战方案 要等我回天斗城之后 与天斗皇室接触后 才能确定 听了唐三的话 众人纷纷点头 唐笑说 好 那就这么定了 宗门也没什么好准备的 三天之后 我们就直接前往天斗城 至于天斗帝国那边的联系 唐三点了点头 说 交给我吧 我帮父亲恢复残吃之后 就走 恢复残吃 唐笑和武魂长老 看着唐三 眼中的神色 都充满了不可思议 唐三站起身来 手持海参三扎鸡 走到父亲的身前 拿过那装有魂骨的墨盒 向唐浩说 爸 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不过 我必须要重新破开你的伤口 并且要割开你骨骼的外层 才能够 我说什么 来吧 唐浩一把扯掉 自己断臂的衣袖 露出早已经长好的断臂的位置 他那充满钢铁般色泽的眼神 似乎预示着 当初那个连武魂殿教皇 都敢击杀的浩天斗罗 又已经回来了 面对敌人时 唐三从来不会有丝毫的犹豫 可是 此时他面对的 却是自己的父亲 眼看着唐浩缺少了手臂的肩膀 两股热流 不禁冲入眼中 握着海参三叉器的右手 也不禁 微微地颤抖起来 唐浩瞪了儿子一眼 犹豫什么 我能自己断臂 难道害怕这点伤痛吗 深吸口气 唐三猛地闭上双眼 只是停顿了一秒 再骤然张开 双目之中 顿时充满了冷静的神光 右手之中 海参三叉戟 如同一道黑色闪电般 滑展而过 血光迸现之中 唐浩右肩上 已经长好的创口 连带骨骼肌肉和血脉 被硬生生切下一寸 这一寸完全是因为 当初断臂长出之后 多余的部分 那么巨大的海参三叉器 在唐三手中用出 却准确地像手术刀一般 唐浩脸色不变 看着自己儿子的目光 只有鼓励 似乎那海参三叉器切割的 根本就不是他的身体似的 唐三的目光冷静异常 左手一挥 孔赫亲龙用处 目合翻起 那块右臂魂骨 已经腾空而起 落在他的手掌之中 毫不犹豫地 唐三将右臂魂骨 直接顶在唐浩断臂的 横截面上 眉心处 灿金的海参烙印光芒大放 一道海参之光 已经直接照耀在 那骨结河位处 唐浩伤口处 喷溅处的鲜血 已经染红了唐三的手 和那块右臂魂骨 幸好此时阿淫不在 否则看到这一幕 他还不知道 要出现怎样的 情绪变化呢 蓝金色光彩 同时从唐三右腿处亮起 光芒顺着唐三的身体 向上蔓延 一直蔓延到 唐三握住魂骨的 左手之上 再快速注入 唐浩的伤口处 说也奇怪 当海参之光笼罩在骨骼上时 唐浩的断骨与右臂骨处 顿时冒起一层金色的烟雾 先前还能保持平静的唐浩 也不禁猛地皱起眉头 可见他此时所承受的痛苦 有多么的强烈 而属于唐三蓝衣黄右腿骨的 蓝金色来到创口处时 前一刻还在喷勇的鲜血 顿时止住 强烈的蓝金色光芒 将唐后的断臂处 以及右臂魂骨 完全包裹在内 从唐三挥出 海参三叉戟 到蓝衣黄右腿骨的能量 阻止血流 整个过程 其实只不过眨眼功夫而已 唐三的动作 就像是已经练习千百遍一般 没有让唐浩 多流出一滴鲜血 眼看着那蓝金色光芒蔓延 唐浩的脸色 也重新舒缓开来 唐孝 以及浩天宗吴卫长老 都不禁流露出 贪为观止的神色 如此神迹 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 在此之前 他们更是从未听说过 当一个人的魂骨去掉后 还能再迟 唐浩已经是很强悍了 可他儿子所表现出的强悍之处 却更胜唐浩当年 五位长老的神色 此时已经变得渗染起来 哪怕是输给唐三是心中的不快 也渐渐被喜悦之情所取代 他们仿佛已经看到浩天宗就在眼前这对父子的辅助之下 重新回到大陆巅峰之位 唐三从如意白宝囊中取出一枚当初自己所炼制 故本配员的丹药塞入父亲口中 同时将海参三杂戟插在地面之上 腾出右手捏住父亲的左手万脉 感受着唐浩身体的变化 很快唐三的神色也变得放松下来了 一切进行的比他预想中还要顺利 他去海参岛这几年 阿淫一直凭借自己对于植物的认知 将冰火两一眼周围长出的各种灵药给唐浩扶下 再加上唐浩知道妻子有复活希望 心态也和以前不一样了 身体调理得非常好 尽管残去两吃 可气血之强大 游胜已前 因此先前虽然损失了一点鲜血 但他的身体却并未受到什么影响 当然这也和唐三在完成断肢在之时 所展现的完美手段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那蓝金色的光芒笼罩之下 其他人看不到 但是唐浩和唐三这对父子却能感觉到 唐浩的右臂正在缓慢地生长出来 蓝银黄右腿骨的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右生技能 在唐三精准到极致的精神力控制下 完美演绎 同时在右臂渐渐恢复的过程中 唐三也通过自己握住唐浩左手 传入父亲体内一股醇厚的玄天弓内里 引导着父亲的魂力疏通着刚生长出的手臂 这样才能在手臂完全恢复之后和原本没有任何区别 整整半个时辰过去 唐浩和五位长老却丝毫没有感到不耐 能够见证这神奇的一幕 他们心中甚至还有几分骄傲的感觉 终于 当蓝金色光芒退去之时 唐浩的右臂已经生长出了一条手臂来 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 直到新生出的手臂实在是白嫩了一些 与唐浩本身的皮肤颜色有些区别 唐浩看着自己的右臂 有些惊奇地攥紧右拳 魂力流淌入右臂之中 淡淡的黑色光芒从右臂上释放出来 原本因为断臂而阻塞的肩膀 终于又能完成修炼的循环 魂骨加入那充满力量的感觉 似乎让他在一瞬间 魂力就从79级冲回到80级以上 更令他感到难以置信的是 这新生出的右臂没有半分不适的感觉 灵动 有力 就像是回到了断臂之前一样 甚至连他魂骨所有的能量 都已经与自身完全契合 这就不是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声所能达到的了 毕竟唐后这断臂也有六七年的时间 之所以能够再一恢复就达到这种效果 却是海参之光的功劳 海参之光令这修复的过程完美达成 唐三在为唐后恢复的右臂而喜悦的时候 他的海参三杂起已经再次行动 同样的情况出现在唐后的左腿之上 恢复整条左腿足足用去一个时辰的功夫 唐后也承受了更多的痛苦 可有着恢复的完美右臂作为他的精神支持 恢复左腿的过程中 他看上去神色还有轻松几分 直到左腿完全恢复之后 整个人的脸色他变得有些苍白 毕竟蓝银黄右腿骨虽然传给他不少的能量 但整个修复的过程 却是他自身的血气的延伸 再之两支对唐后自身血气的消耗还是不少的 再给父亲服下一枚药丸 在唐孝的安排之下 唐三陪着唐后来到一间静尸 叮嘱父亲立刻开始修炼 一个是为疏通气血 恢复原本的修炼循环 另一个也是利用两块魂骨的重新加入 尽可能地恢复当初失去的魂力 他们一出门 阿银和小五就看到四肢恢复的唐号 阿银想冲上来 却被唐三用眼神支持了 向母亲比了个手势 虽然这是唐三第一次帮人恢复断肢 但他却通过整个恢复的过程 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在恢复之后的这段时间 对于唐号来说是最为重要的 并不是肢体上的重要 而是因为当初断肢所带来的 二十级的魂力损失 能够恢复多少 就要看这重植魂骨 恢复肢体之后的这几天了 唐三陪伴着父亲 在近视中坐下 他坐在唐号的身后 告诉唐孝 不要让任何人来打扰 然后用双手抵在父亲背后 海参之光全开 笼罩在父亲身上 辅助唐号进行修炼 唐三的魂力与气血 是何等强大 再加上海参之光 这属于神的力量 对于唐号的恢复 无疑是大有必要的 爸 您放松自己的魂力 不要抵抗我输入 您体内的魂力 身体和精神全部放松 不论有任何感觉 都不要调动您的魂力 来抵抗我的魂力的运转 唐号点了一下头 对于儿子 他还有什么不信任他们 尤其是唐三 帮他恢复了残缺的肢体 此时他内心中的兴奋 是无与伦别的 但同时他也感受到 自己两根断肢恢复之后 体内魂力 有种类似于沸腾的感觉 这种情况之下 哪怕是开口说话 似乎都会令那沸腾的魂力 宣泄出去 唐号也是一代天才 曾经最年轻的封号斗罗 虽然他眼前情况 可能是整个斗罗大陆上第一次 但他还是谨慎地没有开口 此时听到儿子的安排 自然是毫不犹豫地支持 他也不知道如何才能让那沸腾的魂力 尽可能恢复到以前的巅峰时刻 唐三的魂力浑厚而平和 如同长江大河一般涌入唐号的体内 之前唐号就感觉到了 唐三虽然也拥有浩天垂舞魂 但魂力却和自己一点也不一样 自己的魂力充满了霸道的王者之气 可唐三的魂力却是中正平和中 他有一分威恶雄浑之状 那庞大的魂力涌入唐号体内之后 立刻寻着一条他从不知道的路线运转起来 很快就来到一条他从未注意过的经脉处 先前还柔和的魂力突然化为尖珠一般 朝那条经脉钻了进去 痛苦的感觉令唐号全身一阵净乱 唐号的性格是何等坚毅 对于儿子的话更是深陷不移 尽管剧烈痛苦令他全身沸腾的魂力奔涌起来 但他却立刻克制住魂力的波动 任由儿子的魂力所冲击着 这也就是唐三 换了另一个人 唐号绝不可能将自己的身体 完全展开在对方的面前 要知道任何外来魂力冲击自身经脉 对方稍有歹意 那他就会死无葬身之谍的 呲的一声 在唐号体内响起 唐号只感觉身体一颤 紧接着一股特殊的力量 顿时从那条未知经脉处传了过来 体内沸腾的魂力瞬间停顿了一下 下一刻立刻更加疯狂地律动起来 那充满力量的畅快 闲些令唐号大喊出声 唐三的魂力并未停顿 立刻冲向下一条静脉 不断完成着冲入破开疏通的过程 唐号体内的魂力也渐渐被调动起来 虽然没有跟着运转 但是他那沸腾的魂力 却随着一条条经脉的疏通 变得越来越凝实庞大 体内的气血也跟着唐三魂力的运转 变得更加的顺畅 虽然唐三的每一次冲击 都带给他剧烈的痛苦 可在每一次痛苦过后的忏悔感 却是唐号从未体会过的 儿子这是在做什么 唐号并不知道 他此时也看不见 背后的唐三 整个的人就像浸在蒸笼中一般 身上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所浸透了 唐三正是凭借自己的玄天宫内力 在帮父亲大通齐经八脉 这样做无疑是令唐号 恢复魂力的最好方法 这个世界的人 与唐三上一个世界并没有什么区别 只不过修炼的方式不同 唐号曾经拥有这个世界最强盛的实力 但他的其经八脉 却只比普通人宽阔坚韧 却并未大同